现在我们实际来操作看看RecordCast的使用形形 首先第一个就是先选择你想要的录影的情境 如果你想要使用萤幕加上webcam 选好之后按下一步 会跳出你是否允许存取你的摄影机还有麦克风 按下开始录制之后 你可以选择你要录制的是全萤幕还是紫禁的视窗 现在它就开始进行录影了 这时候你就可以切换到你所想要录制的画面进行操作的说明 在萤幕上会出现这样一个工具列 你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把它隐藏起来 如果你已经录制完成回到RecordCast按下停止录影 这样就完成影片的录制 若不需要进行任何的剪辑可以直接选按download就能把影片下载下来 如果你有需要进行影片的编辑 如果你有需要进行影片的编辑 把萤幕画面跟webcam画面将它分离成两个轨道 可以各自独立编辑 你也可以像这样个别的移动我们的webcam画面 甚至你还可以调整它大小 以及是否套用我们的折测片 在下方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针对你的影片进行切割 或者是插入新的影像的内容 甚至在做继续的录影也都是可以的 此之外RecordCast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文字版本 还有背景颜色以及常用的一些元件 都可以让我们轻松的进行教学影片的编辑 以文字来说 您可以先移动时间轴到你想要加入文字的位置 按下加号就会加入进来 在中文字体的部分 它还特别提供了繁体中文 编体中文 日文 这些语系 您就不用担心只能使用细名体 或是标凯体 圆件的部分也是一样 只要将时间轴移到要插入的位置 再按下加号 就可以把它轻松加入到我们的影片里面 完成影片的编辑之后 需要先登录之后才可以进行方案的储存 以及影片的输出 按下输出 可以选择输出120×480 或是1280×420 或是1920×1080的影片解析度 按下输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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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输出1